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 今天讲什么呢, 大家都看到主题了 介绍一部Sony 新,即是刚刚先机, 发布了一部专系拍Flob的相机 这部相机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全片幅的相机来的 因为我, 其实我一两年呢 我已经在用Sony的相机拍片了 那我手头呢, 就在用哪一部呢? 我这一部呢, 就是Sony ZV-1 那这一部呢, 我已经是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的了 那我想大家呢, 在影片里面呢 都看到我所拍, 就是拍出来的影片的质素怎么样 虽然呢, 我这一部相机呢, 其实它主打呢 都是以为拍片用的 那但是呢, 它的感觉就只有一吋的 那但是呢, 在价钱方面呢 它就, 都挺便宜的 那我记得那时候呢, 它标价是五千多元的 那因为呢, 它最主要就是说 这部相机呢 我试一试, 就开了它 那这部相机呢, 它最主要呢 就是它的卖点呢, 就是够细部 那, 很轻巧 那么, 变成了呢, 我们随时呢 就可以拿它出来, 就带着袋呢 都可以出去拍照的 那, 那最主要呢, 这部相机呢 我买回来, 就不是要拍照呢 就是要来拍片用的 就帮我去拍一些比较 有些质素的影片 那其实之前呢, 很久之前呢 我就用手机来拍的 但是呢, 手机来说呢 就是拍出来的影片的质素呢 就不是很好的 那, 那最主要呢, 这部相机呢 它就連卖 連卖一支镜头 那这支镜头呢, 它双等于 一三五机来说呢, 就是24-70mm 那, 它有2.8 光圈 还有呢, 它这支镜头呢, 就是 Kell Size Kell Size 的镜头 那, 变成了 在, 身体 专系设计给我们去拍片之余呢 它这支镜头呢, 都挺好用啊 和, 质素都很好 但是呢, 这部相机呢, 我用了 我年纪呢, 那就 就是, 我都有少少 就是, 觉得它有, 有点不满意呢 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 喏 在, 拍片之余呢 就, 基本上呢, 我们好像 拍这个, 拍FORP 那, 我们日常, 日常去拍片 很多时候呢, 都是自拍的 是吧, 这样去自拍 那, 在这里来说呢, 它那个 防震的功能呢, 就 做得不是那么好 因为呢, 它始终呢, 它都是没有一个五族的防震 那, 就是纯粹是一个电子的模式的防震 那, 它那个 它的防震, 那个叫做 Steady Shot 那, 它分了两级, 一个标准 一个就比较, 即是, 比较 就是, 厉力一点, 定一点 那, 但是, 我们开到尽 就是, 开到它最好, 即是, 最 高防震的效果呢, 它就 就将画面呢, 就削小了 那, 原本呢, 它就可以去到 相等于24mm的弯告来的 那, 但是呢, 就, 你 你开到尽 那个, 防震功能呢, 它就将我们 削了, 就差不多变了28mm 那, 变了, 我们很多时候, 这样去自拍呢 就, 如果你 开了防震呢, 那, 它就 削小了, 就变了 嗯, 我们那个, 拍出来的角度呢 拍出来的角度呢, 拍出来的角度呢 拍出来的角度呢, 就不够阔 就不够阔了, 只削头, 即是 只削头的部分, 那就变了呢 就不是好看的了 OK, 呢, 嗯, 其实 就是, 刚刚它发布了这一部 Essent VE1 那, 这部相机呢, 它最主要呢 就是主打呢, 亦都要拍片用 那, 唯一就是, 它的感觉是全片幅的感觉 但是呢, 它就没有连镜头 就是, 不学得这些这样的相机呢 就连一支镜头给我们 那, 我们还要买一支 E镜的系列的镜头 那, 嗯, 它, 我看到里面呢, 它定价呢 就是差不多17000元 那, 16999 那, 这个价钱呢, 我觉得 都挺, 即是, 它 挺进取下, 开这个价钱 OK, 那, 我们一起呢 就去看一下它里面 有些什么特别的功能了 那, 没看它的新机之前呢 那, 我就轻轻说一下 我这部机, 它其实有什么功能呢 那, 你看到这个画面 那, 这个画面呢, 它, 基本上呢 它, 它, 跟上一支, 即是可以配合 一些手柄的手柄 那支手柄呢, 就可以控制到它 即是, Wire, Zoom, 啊 有些功能上的键盘在里面的 那, 不需要直接在这里按这个上面的键 即是按钮, 啊 那, 其实呢, 它这架呢, 就是一吋sensor 但是呢, 它有二千, 二千一万像 那, 就二千一万像 那, 就二千一万像数呢, 就在拍片和 去拍照来说呢, 就都, 都都满意下的了 那, 好, 之前呢, 我也都在用这部机呢 就拍了一照给大家看的 那, 而它的价钱呢, 它的定价就五千九元 那, 连上这支镜头, 就什么都不用烦了 OK, 好了, 在这里来说呢, 它都是主打去拍Ford 那, 我们呢, 就很多时候呢, 都是这样握着它拍的 那, 正如我说了这部机呢, 就在, 防震方面呢, 就不是那么好 那, 还有, 如果我们真的开了个防震, 那个镜头呢, 就叩了, 就叩了, 又不是那么好 那, 好了, 那, 除了这一样东西呢, 它在对焦方面呢, 追焦, 锁住的人面, 都OK的 你看回我的片, 都应该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 追焦是没有问题的 那, 变了呢, 我觉得它用了这么久呢, 它就, 那个系统, 追焦系统呢 那, 在我的拍片之中呢, 它可以应付到呢 那, 还有呢, 它的收音咪呢, 它顶那里呢, 就有个防, 防, 杂音的, 这些毛毛, 啊, 放在这里呢 那, 可以随时, 就吐了下去呢, 就可以隔了一些外间的操音 那, 那, 在画面方面呢, 它, 也都有一个, 反芒, 反芒的功能, 啊, 可以反了出来 那, 也都可以调教 那, 都, 都挺方便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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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讲过这部机, 之后呢 那, 那我们要看一下, 呢, 呢, 呢 那, 呢,ZV E1, 就, OK, 我们看看那, 呢, 啊, 就, OK, 我们看一下 它的画面先, 啊, 看看它里面介绍 那, 啊, 这部机呢, 呢, 也都是有手柄去操作 亦可以翻到屏幕 看到它的正面 它的大小似乎是比这支大很多 也大很多 暂时来说 就是全球最轻最小的全片幅相机 我们看到它的价钱是$16,990 只是身体 未计之镜头 如果你要连接镜头 稍后我给大家看一下价钱 我们先讲回它的相机 它的相机主打是 用电影拍摄日记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上网听到很多人说 拍VLOG 就是VLOG 就是拍摄日记 用影片拍摄日记 在这里来说 它基本上 它的操作和这部相机差不多 唯一的质素上 就有改善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 全片幅的感觉 它也可以配合一些镜头 可以转镜 而且它在那个 我看看 它那个 对焦 改善了很多 而且它也有一个 所谓AI取景技术 什么叫AI呢 现在来说很多相机都行的AI模式 就是追着某一样东西 它这个技术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开了一个 闻角的镜头 用一个弯角的镜头 那我的主体里面 如果是在一个 范围之内 走来走去 它就自动 可以追着 我们拍照 那这个技术 你说它新又不是新的 因为有一些 三族的云台的机制 拿着那些 它也可以锁住我们的中间 那我们 走来走去 它追着我们拍的 那这个 我觉得就不是很新的技术 反而它这个 就不像一个 实时识别自动对焦系统 就是说它 会分析到你这个人的主体 它就 你的姿态 你的动作 它就会分析到 你会怎样去走 怎样去追着你 所以这里就会 在对焦方面 就好了很多了 OK 我们看下去了 除了它这些 新的功能之外 反而它在设计 那个 机的开关键 我看到这张照片 它机的开关键 似乎好像 我觉得来说 我本人觉得来说 就不是很安全 这部相机 它的开关键 就是在里面 里面 里面 顶这里 就有一粒 差不多要藏了 开关键 就是需要大力点 按下去 我捏住它 就开了出来 那 我开了之后 在上面 我如果是触碰到它 它基本上就不会关 除非我大力 再按下去 它才会关 那变成了 就像现在这样 它关了 而它这一部 我看回图 它设计 它就在 快门键旁边 那就是快门按钮旁边 它就弄了一个开关键 这个开关键 就是属于一个 机械模式的开关键 我觉得 当我们有机会 拿着去 将画面 zoom 手指动的时候 不注意 有机会 一拨就拨出去 就关了这部机 变成了可能 你拍片的时候 突然间 拨一声 就关了一部机 那就很有问题 那变成了 在这里来说 我觉得 好像有少少改善的空间 就不需要用这些键去做 好了 画质方面 不需要提 它应该可以拍到 4K60 甚至到120 就OK 它就转了一个touch mode 这个touch mode 跟我这部也有的 但是 touch mode 功能上 就很少 我相信 它现在这个touch mode 就可以做齐了 它所有的东西 而它部机 也可以连着手机 这部机也可以连到的 这里下面就没什么特别了 那最主要 今次就是说 这部相机 出了来 它有个价钱 就令我一惊 那为什么呢 我主要就是说 我拍这些片 拿着这些机仔 最主要 它的买点 就是我买它 它的买点 就是够小只 够轻巧 连买一支镜头 那变成了 我就考虑它的 它现在这部新机 那么最主要 它买点就是说 全片幅 但是呢 它就需要装镜头 那么就装回 E 系列的镜头 那 虽然它说 嗯 部机很小 全球最小 最轻啊 但是呢 它就要装镜啊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有些朋友 就不知道了 买的镜头来说 呢 未必是很小的 那变成了 如果我们装了 一支镜头 就 套了下去呢 那双等于一部 应该就是 所谓叫做 大小小的 无反相机 那还有呢 它这部新机呢 它的 sensor 我记得 应该是千二万像而已 而我这一部呢 就是二千一百万像 那在像素方面呢 它就 已经是 没有了半了 那好了 那我们不说它的 帐数呢 那唯一就是说 还要买镜 好了 你看到这个画面 那 其实这个画面呢 它就email给我啦 那就是叫我们 一些用家 就可以即时去订购 那如果去订购呢 你看到它的 机身就是这个价钱 而我们连埋一支 二十八至六十镜头呢 就去到一万四千九 那应该理论上呢 就 嗯 那我们看一支镜头 它是二十八至六十mm 那正我都说了 那如果它这支镜头 用二十八 我们拿着它 这样去拍的呢 那基本上呢 就我们拍出来 就只有头的 只有头的部分 那变了呢 就很有压缩感 那周边的东西就看不到 那但是你又可以留意 如果 如果我们去拍摄 拿着一架 GoPro 或者甚至 Insta的360 那它的角度 比较很阔 那但是呢 玩不到浅景的那些东西 那但是呢 起码我们拍出来 我们自己呢 就不仅是一个头 那所以这一个 即是这支 这样的镜头呢 二十八至六十呢 那我也都相信 它也都不是大光圈 那如果用这支二十八来说呢 我就不太适合 那所以呢 它就可以给我们呢 就去加购一支镜头 那这支镜头呢 就是二十mm 就是一点八光圈 那就给多五千二百九十元 那这支镜头呢 28来说呢 就相等于呢 它呢 全片幅的 28mm 那如果 那这支镜头 是二十mm 那如果这样拿着来拍 就足够 好够阔的了 那所以呢 就不用它担心 就我们去自拍的时候呢 就会很压缩 那好了 那 它这里呢 就说 可以 它说回 一件案 出一个电影级的画面 那现在来说呢 很多朋友呢 就开始呢 就拍片有经验 就玩了一个 拍片的模式 那所以呢 它设计上呢 就给到一个电影的模式 给我们 那这个电影感呢 就好像 很阔银幕 上面是黑边 下面又黑边 拉到很阔 那做出来呢 就加上一些输入去 那令到画面呢 就很有电影感的 那OK 好了 这儿呢 就正话都说完了 那反而呢 就 反而呢 就是说了它的收音咪 这个收音咪呢 就 它这个设计上呢 就很相似的 唯一呢 它改善了什么呢 这个收音咪就是说 当我们去这样去拍的时候呢 它在后面 收音来说呢 都没有问题的 亦都可以很清晰收音 那但是呢 在我的经验来说呢 我就 很多时候呢 都不会用它 应该都很很小时间 会用它这个收音咪的 那多数呢 就是用这些这样的无线咪 因为如果用收音咪呢 就很多街声啊 雜声啊 都被它收音到 那虽然它是立体声 会很漂亮的 那如果你在室内来说呢 那如果你在室内来说呢 就没有问题 好像现在这么吵 外面都很多车的呢 那 收音呢 就 不会很差的 而我现在这个无线咪呢 基本上呢 收音都收到外间的声 但是呢 它就 都隔了很多的了 这架相机呢 那这样的相机呢 当我们呢 如果是 镜头不够阔的时候 那我们呢 基本上呢 就要加一支 这样的伸縮棍呢 就拉长它 拉长它 就可以呢 就拉得软一点 变了呢 我们呢 就可以 变了个 头的压缩呢 这个位置 不会拍到很大 啊 那但是呢 如果你说 我们拉 拉长了 拉出了拉长来拍呢 那而它的相机呢 那应该好像说 它最轻的 好像是 只是个身体 四百多gram 那如果你说 加上一支镜头 好像它那支 28-60 那我相信 都 都有一些重量 是吧 那如果 我们伸出了这样拍呢 就 我相信 就很短时间 你的手就很累了 那而我这一部呢 就比较 轻一点 好似 加上 加上电池呢 都是围起二百多gram的 那变了呢 就很方便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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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价钱方面呢 我看到它呢 就开得很进取 那但是呢 它可能 去早前呢 就有部 FX FX3 和30 那它主打呢 就是半片幅 和全片幅的拍片的机 那部全片幅的拍片 那部机呢 就FX3 那它就 它的价钱呢 就三万多元的 只是个body 那所以呢 我相信它 开这个价钱呢 都在 在中间 做一个 就是 落点的 那就开 差不多一万七元 那 而 在我们用家来说呢 我就觉得 最好呢 就出一部 all in one 就是说有了镜头 有全片幅 就是好像它Sony 之前有一部 就是RX RX1 那部呢 就是全片幅的相机 它就有了镜头 但是呢 它就定焦镜头 也是全片幅的 那部相机呢 都挺贵的 二万多三万元 但是如果你说它 嗯 好像这一部 EZV E1呢 那它的body呢 就不是说真的 很小的 那 就安装了镜头 那 嗯 变了来说 就不是太方便 那因为这些呢 始终呢 我们脱了出来 袋在袋呢 就可以到处走的了 OK好了 那说了这么久了 那 最主要呢 大家就知道 有一部Sony 有一部新机 专是主打去拍片的 那 OK 好了 有些什么 想知道的东西呢 也可以留言给我 那 遲些再见了 拜拜